各位朋友大家好 上一期这一个评测视频各项数据 咱们全部都放出来了 我们这一期视频就是把这个移动电源把它拆开 我们来看看这个移动电源内部用料的情况 咱们话不多说 先拆解它 像这种方形的移动电源的话 一般都是两个塑料壳体 通过扣件的方式把它扣起来的 我们就从这个地方想办法把它撬开 像这种充电宝是非常难拆的 如果拆这些东西是没有经验的话 在撬的时候很容易撬到这个电芯造成短路 如果撬到电芯的话 这个后果是非常严重的 请勿模仿 拆开过后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上面贴有石墨的导热贴 五颗2170的电芯通过串联的方式连在一起 这里有两块PCB 上面还有螺丝 我们把这个螺丝卸掉 然后就可以撬开这个电芯 把这个板子拿出来 这个就是壳体部分 镶嵌的是非常的紧的 撬了我7G48个小时 五颗电芯通过裂片点焊连接在一起 主板是由两片主板构成 这上面有单体电芯的电压采集线 然后这个是热敏电阻 用来采集电芯的温度 电芯和电芯之间还贴有这种青刻纸 进行绝缘保护 还贴有耐高温胶带进行绝缘处理 单体电芯采集线这个接口这里也被封了胶的 取下这个电压采集线 然后我们把这个板子也把它取下来 两片主板是通过排针的方式连接在一起的 都有散热贴贴在上面的 这上面有点焊 我们要把这个焊点全部都去掉 然后把这个板子取下来 打磨掉这些焊点以后 我们就取出这一块主板 这个充电宝就是两片主板构成 底下这一块主板 上面还有一个散热的钢板 内部还贴了一张这么厚的一个散热硅脂 把热量传到在这个钢板上面 通过外壳进行散热 我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主板和电芯的情况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现在就是从这个能量派 145瓦充电宝的电池端到输出端 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一款充电宝内部电路的构造 这个绿年的能量派用了五颗21700的电芯 厂家来自成立于2005年一家 即锂离子电芯研发生产销售为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 深圳比克动力 这五颗电芯的型号是 N21700CG-50 21700电芯是近年来很常见的一种高容量的电芯规格 从比克官方的资料来看 这颗电芯放电800次 寿命还可以达到92%左右 质量的话应该是非常牛的 这一部分电路就是这个能量派充电宝的锂电池保护电路 它有保护IC 开关NMOS 采样电阻 NTC热敏探头等等元器件组成 这一颗锂电池保护芯片 它的私印型号 CM1351DAT 来自成立于2017年一家专注于电池管理和电源管理芯片开发的公司 深圳市创新微微电子 这是一款专用于五串锂离子磷酸铁锂电池的保护芯片 类似有高精度电压检测电路和电流检测电路 通过检测各节电池的电压 冲方电电流及温度等信息 实现电池的过冲过放电 均衡断线短路等等保护功能 这一部分就是锂电池的均衡电路 这边还有背面的话还有同样的两组 锂电池的均衡电路由贴片的电容 贴片的电杆 私印A2的PNP三级管 私印68R20的贴片电阻构成 用来均衡电压 延长电芯的使用寿命 提高电路的安全性 位于保护芯片的上方 四颗电池保护开钢管 私印型号都是TDM3748 来自成立于2005年科技型中小企业 深圳市泰德半导体 这家公司官网没有资料下载 这一颗NMOS的开关管的规格是 耐压30V内部的导主6毫欧 四颗开关管两串两并 用于电芯保护 旁边三颗私印R010贴片电阻 用于五串电池组的电流取样检测 这个连进器就是电芯单体电压检测借口 用来检测充电宝内部温度的一颗NTC热敏探头 这个充电宝有两路降压电路来控制三口输出 Type-C一口为一路单独的一个降压电路 Type-C二口和USB-A口共用这一路降压电路 这一颗就是Type-C一口输入滤波固态电容 来自成立于2007年一家专注于液态电容固态电容的研发生产及销售的企业 福建的云芯电子规格是100V法耐压25V 属于云芯电子PT系列高温波电流耐高温低阻抗系列贴片固态电容 电容底下打有白胶进行固定 这一颗就是Type-C一口降压电感 内部的磁性为黑色又很粗的气泡线进行扰制 外部有热缩管套柱进行保护 底部打咬白胶进行固定 Type-C一口四颗同步升降压开关管 四颗四颗四颗型号都是MS100N04NF 从四颗来看应该是耐压40V的NMOS开关管 厂家没有查到内部的导主就不清楚了 四颗开关管组成全桥头部电路 实现高效的升降压转换 这一颗就是Type-C一口的升降压控制器芯片 四颗型号SC8815 来自成立于2015年国内领先的模拟和嵌入式芯片设计企业之一 上海南星半导体 这是一颗支持双向充放电带IRC控制接口的升降压控制芯片 支持最高40V输入和输出的电压范围 支持一至六节电池充电 提供完整的充电循环管理 通过IRC接口可以很方便的设置充电电流 充电电压及其他的等等参数 内部集成10bit ADC 提供各种完善的保护功能 从而保证各种异常情况下的安全 这一颗稍微大一点点的芯片 就是Type-C一口的USB协议芯片 四颗型号是UM3506 BPQH 来自成立于2017年一家聚焦微处理器芯片 快充与数字电源SOC 和性能卓越的无线射频芯片的厂家 广州广新微电子 这是一颗支持PD3.1规格的快充控制器 具备全功能的SRC SNK DRP支持功能 全面满足PD3.0 PD3.1规范 芯片内置高性能32位RiskV内核 主频最高为33兆赫斯 类似8KB SRAM和256KB FLASH 类似16通道12位ADC 用以电压和电流采样 支持3.3至24V工作电压范围 Type-C一口的输出VBUS开关管 采用的是两颗PMOS开关管 四颗型号MS50P04DF厂家没有查到 应该是耐压四次伏的 两颗PMOS并年使用 提高输出效率 Type-C一口的输出滤波固态电容 一样的来自福建的云芯电子 规格是648V法 耐压35V 也是属于云芯电子PT系列 贴片固态电容 Type-C一口的旁边 两颗四印3401的三级管 用作输入和输出的开关 控制电源的连接和断开 从而控制移动电源 充电和供电的状态 这一颗就是Type-C二口和USB-A口的 输入滤波固态电容 规格是100V法 耐压25V 一样的来自福建云芯电子的 PT系列 贴片固态电容 这一路 四颗同步升降压开关管 四印型号TDM3478 跟电信保护管一样的 来自泰德半导体 这四颗NMOS开关管的规格 都是一样的 四颗组成全桥拓步电路 实现高效的升降压转换 Type-C二口和USB-A口的 升降压控制器芯片 四印型号SC8815 跟Type-C一口一样的 来自上海的蓝星半导体 Type-C二口和USB-A口的 USB协议芯片 四印型号3AF10 来自成立于2003年 一家机感知计算控制 连接于一体的 集成电路设计企业 深圳的星海科技 这是一颗支持USB Type-C 和PD3.0的USB-C控制器 内部集成 主频最高24MHz的8VMCU 类似32KB Flash存储器 具备低功耗的特性 支持主流的各种快充协议 可用于移动电源 储能电源 车充HUB等领域 这一颗就是Type-C二口的 输出VBUS开关管 也是采用了一颗PMOS开关管 四印型号MS50P04DF 跟Type-C一口一样的型号 USB-A口的输出VBUS开关管 两颗NMOS串联使用 降低开关导通电阻 四印型号3008MA 来自成立于2001年 专业的MOSPEED分离器件设计 与供应商 深圳市新电源科技 规格是赖亚30V内部的导主 10号欧 Type-C二口和USB-A口的 输出滤波固态电容 一样的 来自福建云芯电子 规格是100V法 耐压25V 也是属于云芯电子PT系列 贴片固态电容 一颗四印型号6203A的 线性纹压芯片 来自创立于1999年 一家专业从事模拟集成电路芯片 研究开发及销售的企业 南京威蒙电子 这颗芯片主要用于 稳定输入电压 调节输出电压 抑制电路中的噪声和干扰的作用 同时还可以保护电源和设备 两个Type-C口都有 四印ZF8的ESD防晶电二级管 用于充电宝的防晶电保护 这个就是充电宝的 所显示电量的一个数码管 这边是它的功能按键 对应的壳体 这里就是数码管的显示区域 然后这里就是按键区域 这是Type-C一口的USB-C连接器 内部的舌片为紫色 细节的话做工都还是非常好的 然后这是USB-A口的连接器 内部的舌片也是紫色 做工细节都是非常好的 这个是Type-C二口的一个USB-C的连接器 内部舌片的做工都还是不错的 这个是充电宝的主壳体 这上面有绿连的品牌标识 PC加ABS的主燃材料的标识 撕开另外一面壳体上面的 石墨导热贴纸 这上面也有绿连的标识 也有PC加ABS主燃材料的标识 这个绿连145瓦能量派移动电源 经过我们测拆 这个充电宝快充兼容性良好 140瓦输出功率 应付笔记本外出补电 还是不错的 满电可以充满四部手机 容量不虚标 内部用料还是中规中矩 创新微的保护芯片 蓝芯的升降压方案 两颗MCU作为协议芯片使用 功率器件 滤波用料一般 喜欢我视频的老铁门一键三连 点赞关注投币走起 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更新的动力 谢谢大家观看 咱们下一期视频再见 关于这个移动电源的文波的问题 我把这一个电容更换成大容量的120违法的也没有起到作用 然后我在这个电容旁边又加一个MLCC的电容上去 也没有起到作用 同时背后面的升降压的开关管 咱们也把它换了 这里换成了一对微造半导体的一对开关管 然后这上面的我换成了万代的开关管 也是没有起到作用 它在20伏以下的挡位都是在100毫伏左右 一旦上了28伏挡位 它这个文波就起来了 还有就是这个两个PMOS的开关管 咱们手头上没有PMOS的 全是NMOS的 也没有办法把它换掉试一下 如果把这两个管子换了过后 它还是这么高的文波的话 这就是这个电路本身设计的问题了 这就是咱们这一期视频的一个附加内容